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婆林医生 在酒桌上经常流传这样一句话 小桌移情 大桌伤身 饮酒只要不过量就真的没事了 在这里我给大家看一组数据 英国牛津大学曾经联合我国高校 对50多万名中国成年人进行了11年的随访 这个实验的目的是研究饮酒习惯 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 而研究结果发现 没有饮酒的习惯的男性患癌的风险 下降了14% 而和酒精有直接相关的癌症 比如说节肢肠癌 食管癌这种风险 下降了31% 但是生活当中我们又难免会遇到一些应酬 有时难免也会喝一点 那我国营养协会给出的建议是 男性一天不要超过25克的酒精摄入 也就是半两 但是有四类人我真心的建议 你连半两都不要喝 因为你的身体很有可能承受不住 第一类人就是正在服药的人 很多人都知道吃头包是不能喝酒的 但是除了头包 像这种止痛药 降糖药 降压药 还有一些抗抑郁的药 包括治疗关节炎这种药物 它都会与酒精发生一个反应 很可能会引起像头晕 恶心 这种一系列不良反应 而且能喝酒还可能会减弱药物的效果 加重原有的病情 第二类人就是有心血管疾病的这种人 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是不应饮酒的 原因在于一旦人体摄入酒精之后 就会使血液当中的蛋白含量升高 而导致血液年车度增加 流动的速度变慢 而这些现象进而使动脉硬怀的程度 会更加加重 此外在已经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基础之上 如果说你去这样过量的饮酒 就会引起血压的进一步升高 从而增加心脏的负担 并且不利于心肌病患者一个病情的恢复 这种情况下心肌受走的风险也会增加 甚至还会加剧心衰的一个病情 第三类人就是肝不好的人 人体吸收大部分酒精是需要通过肝脏 进行一个代谢分解 肝脏也是酒精代谢的主要场所 但是对肝不好的人来说 肝功能的下降 导致乙醃不能被正常的分解 进而积累在肝脏当中 人体当中 而且乙醃和蛋白是结合之后 产生的这个物质 对肝细胞是有毒害作用的 破坏肝细胞的一个完整性 进而损害肝脏的健康 对于本身就患有肝病的人群 如果再喝酒 无异于血上加霜 长期下去还会增加癌面的风险 第四类人就是痛风的患者 痛风是一种常见的代谢性疾病 据临床研究 饮酒是导致痛风发作的主要因素之一 过量长期的饮酒 会干扰到体内尿酸的一个正常代谢 增加患病的风险 此外高飘龄女士 也是促进尿酸生成的罪魁祸首之一 容易诱发痛风 对于痛风的患者来说 饮酒不仅会使尿酸排泄障碍更加严重 而且还会加剧症状 比如说关节炎等等 那么更加危险的是 长期的饮酒会提高痛风复发的频率 使治愈和控制疾病变得更加困难 好了 我们今天的健康分享就到这里 关注我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